哈喽大家好 我是妖管大厨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道天井菜 蒜天口的柳干劲 先切点配菜 黄瓜改道切成零星片 现在这菜价可是够贵的 劲儿去买黄瓜6块钱一斤 不操不操不操 你看这现在哪有瓜呀 这都是大鹏的瓜 你鲜贵我还鲜贵呢 随法冻笋 只要笋劲改道切片 提前泡一点木耳 准备一块新鲜的猪盖 歇道从中间切开 再改道切成柳月片 别切太薄了 切薄了就不嫩了 比一块钱杠板稍微厚一点点就可以 切葱色 姜色 蒜片 猪盖里夹腌 呼叫粉 抓一下 切好的猪盖千万别用水洗 洗完了反而行 夹淀粉 猪盖上降淀粉一定要多放点 把猪盖爪匀 爪到猪盖有爆端的感觉就可以了 淋一点蛋液 爪匀 水烧开先炒一下冻笋 再放木耳烫一下 烙出来控水 油温气成热下猪盖花油 油温滴了猪盖很容易脱降 把猪盖快速打散避免沾联 摊锅里猪盖一脏几个来就倒数控油 顺便用热油烫一下笋和木耳 烧内溜底油下冲酱子蒜片腔锅 所有食材灰烧 捧花掉油 醋45克 酱油30克 加适量高烫焖油就加随 白糖30克 加适量盐 颜色有点浅 加一点老臭调色 用细一点的淀粉水勾芡 边一下把汁够死 少凉剁吃 现在就差不多了 淋花酒油 最后放黄瓜片 拔来凉下出锅 一道猪盖软嫩 口味酸甜的净味 柳干酱也就得了 柳干酱这就做好了 这道柳干酱也是咱们粉饰点的菜 太祥看酸甜口的柳干酱 这种口味的柳干酱在天井比较苍间 爱吃干酱这口的 在家做其实还真是不太容易 这道菜难点还是挺多 首先猪盖 你切的不能太薄 你得稍微厚一点 价吃起来有嫩度 第二个就是桑酱 这杆溅粉得稍微多一点 因为这个东西质地 它水分比较大 还有一个挺关键的 就是有人说我这盖做出来 它总是不嫩 而且还反省 这可是这道菜的关键点 这盖切完片之后 切记别洗 猪盖不洗带穴 再做出来才能嫩 不要温味嘛 罩子做就对了 这盖切完片之也桑酱 做出来绝对不幸 而且口感还好 我今儿就不开罩了 这柳干酱绝对是个下酒好菜 咱今儿喝点酒 嗯 这个盖倍儿嫩 强烈建议大家跟挪的方法做一下 这个盖吃起来特别特别嫩 盖瞎过的时候注意油温啊 油温一定不能低了 一定要在六层以上 油热一点 手头还得抹了一点 下去都跟这霸了啥子 这里面的配菜 一个是颜色搭配好看 第二个就是增加口感 当然这配菜还可以选别的 比如青椒 虫头 搭配这个 酸甜口的也特别好事 六杆劲的刺 一定要稍微快一点 但是别黏紧糊糊的 看这个刺了吗 就像这种感觉 就这样的刺就可以了 柳菜正好 看这盖了吗 切成这样就行了 别太包了 这样吃起来 它的中间才有嫩度 这小菜太棒了 吃盖能不能不学 我不知道 但是正是解餐的 最后一口了啊 干了 就像这样子猪有东西 对嘛 好 还有那盖 这盖子猪有点 怎么能不能不理解 这盖子猪有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